用最通俗的话语 带你描的我们原神里几个独特机制的破断方式 哈喽 可爱人们大家好 我是快乐妮红军 想活攻略样有 看前点赞 欧气满满 第一 疯一样的男人 疯全前疯军 对 可不是说撒家哦 撒家也是疯一样的男人 不过这个疯是这个疯子 之后其实我不说他有盾的话 大概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居然有盾吧 对 你没看错 就是这个白丝 呸 这个白色的屏障 这个盾可不同于之前讲过的盾 它是没有血条的 没有血条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它是无敌的 无敌的意思就是 你用普通攻击再怎么打 都是没有伤害的 那我未来女友连练看到这 可能就有点担心了 啊 红红弹怎么办啊 人家好怕炮 哎呦 不要怕我的血腿心 你爱红下面就叫你 以炸制敌 第一种方案 你可以化身为菊花怪 绕到它背后疯狂捶它娇嫩的小屁屁 因为对待前面 从后面打还是有伤害的 第二种方案就是硬钢 只要用元素攻击 就可以直接破盾 但是这种方法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盾被打破之后会恼羞成怒 然后直接给你一记蓄意哄泉 如果你躲不了的话 那就直接上演血条消失数了 总结起来就是 疯难的盾不难打 走位可以的话 直接无视掉就好了 好了 相信看完这期 我未来女友年龄 会开心到立马投入我的怀抱里了 Skoy 第二个盾 雷银术师 没错 就是这个走路看起来很拽的女生 每次在路边偶遇她 我都被她那嚣张且自信的步伐所迷倒 只想静静地听歌一曲 当然她的盾是比较图特的 别的怪物的盾都是有血条固定的 只有进行攻击才可以破盾 而她的盾不用我们攻击 就会自己慢慢掉血 最后消失不尽 说她是盾 其实不如说她是大招计时器 因为有盾的时候 她就会飘在半空中 向周围释放闪电影 伤害贼高 那我未来女友芳芳看到这 可能就开始担心了 啊 红红她怎么办啊 你快帮帮人家 哼 不要怕我的小天心 你暗红下面就叫你 一招制敌 其实我们只要用冰元素攻击 让她盾消失 就可以使她提前结束大招 这样就可以继续攻击她了 当然如果你练度还可以的话 推荐直接在她开盾前击杀 对了 她还有个姐妹 冰赢术师 她的护盾就比较平凡了 建议用火系角色 将她的盾打破之后 再对她进行一番疯狂的输出就行了 第三个盾 片片花 片片花的盾也是独特的盾 她的独特不是说她有多强力 而是太弱级了 有盾跟没盾其实没啥区别 只要不是用相同元素 用随便一个元素攻击两下 就会直接破盾 破完盾就会进入眩晕状态 这时候就可以疯狂蹂躏她了 好了 相信看完这期 我未来女武娟娟 会开心到立马给我一个feeling了 SGUY